忙碌的姜真蓉放置整齐 她是今年获选为万南乡模范母亲代表的陈立方 当初刚从福建嫁来台湾时 生活面临许多困境 但她并没有放弃自我 努力打拼撑起这个家 姜从老家学来的手工包子技术传承 除了做包子 每天还要打工兼拆还债 外面有欠很多负债 然后小孩又要养 然后那时候就是 白天就是晚上两点起来做包子 做完了以后大概到12点 我就会去餐厅端菜 端了以后晚上再去端菜 然后那时候还有煎菜包水饺 在福建亚共同努力下 如今包子店闯出知名度 无论是手工肉包或是五股馒头 都料多实在口碑相当好 但陈立方没有因此自满 但把部分营收投入协助 落势及收服单位 强调自己也是苦过来的 希望借由回馈鼓励更多人 很辛苦啊 但是他很认真啊 很打拼啊 所以我们就要挺他 对不对 要支持他 对啊 我们要对这种 自私其力的人肯做的人 当然就要捧场了 对不对 有一些我们那个外配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是心态 你不要去比高攀朗 我们做好自己 我们不要说比上不足 比下有云 你在比的同时 也有很多人会比你更辛苦 所以你要你今天做到每一步 你就要想说 我今天这样子的话算是幸运了 陈立方的正面人生关系精神 还有对家庭的付出 几子女无限的爱 获选今年度外暖乡的模范妈妈 公所也期盼借着她的正面心态 鼓励更多新住民姐妹走出来 今天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妈妈 是也让有一些来我们台湾的新住民妈妈 其实大家在辛苦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让这个妈妈 也给大家一些借敬 一些鼓励 说其实对 大家有辛苦的一面 可是只要就是心态 心态比较正向 也愿意走出来 接触这个人群 接触社会 其实这个社会 其实还是有很多资源 很多帮忙的 曾经担任歌仔细花旦的陈立方 秀出一小段以前表演的桥段 强调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技能 但只要有一颗永不放弃的心 及乐观的人生态度 令难找学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评论论论 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